曲名字幕 李宗盛 好无聊 那就是 乘些东西来玩 不如我们来书渡 打什么渡 洗厕所 好啊 师傅给我洗一个月好吗 刚刚看到这个IQ题 我的IQ好够 看你那么长长 看你那么长 你不能够扮这个 识管你 起床那件事干什么 刷牙 我先想想 我知道 应该是洗脸 都不是说 你们是谈发长片细短的 全部都回答错了 当然是麻达双眼 四蠢 又是这些 真是难够 也不能怪我们回答错 因为我们一起床 不是刷牙就会洗脸 还有其他什么 但是我听说 一个传闻就说 之前的水是不能用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水在水冠台 整晚有很多细菌 是吗 不是 你们又怀疑我了 当然 现在我们的调查人睡音 帮我们调查清楚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人睡音 在节目开始之前 提醒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解答 又或者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素免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然后关注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和我们互动 好了 回归今天的节目主题 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相信有很多人的习惯 都是早上第一个时间 就是起床 然后就拧开水龙头 用水来拆牙 洗面 又或者是煲水来喝 但是最近就有传言说 这个早上水龙头放出来的水 竟然是隐藏着健康杀手 究竟是什么回事 最近就有传言说 停用一夜的水龙头 以及附近的水管当中的自留水 是剩子甘 水里面残留的微生物会大量繁殖 这样的隔夜水 不单止给新鲜的节奈水多很多细菌 其中还有可能有一种 叫做军团菌的致命细菌 并且停用一夜的水龙头 以及水管当中的节奈水是静子甘 这些水和金属管兵 以及水龙头金属康室 会产生水化反应 形成金属污染水 如果使用是不安全的水龙头 隔夜水的含源量 还会严重超标 众所收知 在前一天我们领的水龙头之后 这个水就会停止流动 等到第二天我们再打开水龙头 使用这个水的时候 其实这段水已经在水龙头里 是储存了一个晚上的 这个就是网上所说的隔夜水 传言就说隔夜水不应该直接拿来用 如果要用的话 应该放一放再拿来用 究竟这个隔夜水 是不是真的有更加多的细菌呢 传言片讲查了再讲 今期节目为你一一调查清楚 究竟大家早上一起身 会用这些隔夜水来做什么呢 事不宜迟 下面就一起来听听解放是怎么说的 起床的时候打开水龙头 你会用里面的水拿来干嘛 那一般都肯定是擦牙洗面 其实那个水最好不要用来摔牙洗面 多数呢就用来洗洗东西 冲洗洗衣服 冲洗洗衣服 来擦牙洗 用来洗面洗口 洗刷 洗刷 做饭做饭 经过一轮街头访问 我们发现有六成的街坊 都是用来摔牙和洗面 还有两成的街坊 是习惯用来淋水或者冲洗手 而用来烧水喝的街坊 亦都有两成 大部分的街坊都是用这个隔夜水 才擦牙洗面 但是现在就传出了隔夜水 不可以直接拿来用的全面 真的令到我们非常之紧张 不过据我所知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自来水 都是要在自来水厂里面 经过消毒之后 才是输送到我们各自的家当中 这样看来的话 原本的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难道水在水龙头和附近的水管当中 停留了一晚才出现了问题 现在才是早上六点 我们看到街上没有什么人 晨早上起床 就为了调查一下全然的真相 我算是比较薄的 平时我是非常赖床 但是今天很准时地来到一号家庭的楼下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 你好 水安姐来了 你好,我今天是来取养的 好,这边也交来 好 好,谢谢你 调查员在取完一号家庭的隔夜水和新鲜水之后 马上去到另外两户的家庭 取到了两组的水洋品 快快调查员便取到了三种水龙头的隔夜水 和新鲜的自来水洋品 这次瑞恩所有的取养工作 赶在七点之前就全部完成了 刚才我已经去到了三位街坊的家庭 进行这个水的取养 大家看到桌面上的三组水洋品 就是我刚才从街坊的家庭拿回来的 之前我已经和街坊再次确认过 这个隔夜水是真真实实在水龙头里面放了整晚 我们的街坊是没有再使用的了 而且我们为了取养这个新鲜的自来水 是将这个水放了四分钟之后再进行取养的 在我们刚才的取养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我的动作是非常小心的 这个瓶口是一点都没有碰过这个水龙头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里面的水是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污染的 究竟这个水龙头里面的隔夜水 是不是真的比新鲜的自来水要更加多细菌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将这三组的水样品送到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这一次调查员将拿到的三组样本 送到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对六个水样品的菌落总数做专业的检测 结果经过48个小时 我们的实验结果出来了 六个水样的细菌数大有不同 数据显示 只有三号家庭取样的新鲜自来水的细菌 数大约是每红星一个 但隔夜的细菌数却达到每毫升三十个 多出了数倍 从我们检测结果可以看到 只有三号水龙头的样品 是要比新鲜的自来水要多很多细菌 那是不是真的因为这个水 在水龙头停留了一万所导致的呢 所以我们的检测针对这个问题 找到广州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江建军路先 首先你这次实验并不是很严谨 那隔夜水细菌多的原因就有很多种的 那你这次的实验并不足以证明隔夜水比新鲜水是细菌多的 专家总结了我们这一次实验的不足之处 并且给出了更加专业的建议 他说除了检测细菌 还需要检测这些隔夜水的水龙头 它的密封性是不是良好 为了求证传言 我们派了工作人员再次前往三个街坊家庭 并且取样他们家里的水龙头样品 隔夜水以及新鲜自来水样品 听完专家的专业意见之后 我亦都拿到了不同时间的水龙头 和他们的水样品已经放在这里 那只看这个水就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模一样普通的水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水龙头有什么区别 首先看看第一个 我们看到第一个 表面上有很多白色的东西 大家看到这个位置 还有上面这个位置都有少少粒色的 也有周围有很多使用痕迹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 第二个看下去 使用痕迹更加明显 你看这个位置有少少邋遢 还有这个位置已经脱了上面的纸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使用痕迹就最明显 整个水龙头已经生了 上面有很多啡色的点点 还有它下面这个位置 整个已经是脱了颜色的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将这三组样品 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检测一下它们的脑化程度 是否跟细菌含量有关系 我们这一次就将三组的样品 送到不同的检测机构 三种水样品送到专业机构 做菌落种做检测 这一次检测同样需要进行48个小时 而这一次取样的三个水龙头 就送到广州大学李科成身 由江建军老师来帮我们 完成这一次的测试 老师说如果我们要拆水龙头的密封性 只要在等待水龙头接好之后 就可以开启震控泵 将它抽成震控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震控标 显示的数值比较大 那就显示这个水龙头密封性越低 经过江老师的检测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一号水龙头的密封性是0.084 二号水龙头的密封性是0.09 三号水龙头的密封性是0.086 而这个时候三组水酿的细菌检测结果 也出来了 从二号家庭取样的隔夜水细菌 总数是新鲜水的17倍 而这一次的检测结果显示 二号水龙头除了密封性最差之外 它的隔夜水细菌含量也是最多的 水龙头流水是导致细菌暴增的元凶 水龙头隔夜水会圆超标又是否增加 那我们又应该怎么买到无缘的水龙头呢 下一节回来生活调查团继续为你调查 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用的自来水 它不是纯正水 它是含有一定杂质的一个经过国家 通过国家标准的饮用水 我们知道水龙头的密封性 它会导致细菌进去 那这个确实是有些可能 其实水龙头的密封性低 会令到本来应该是密败的水管 出现流气或者流水的情况 这个时候外界的一些细菌就会容易侵入 从而在水龙头内置身 好了 传言的第一部分 调查到这里 就已经水落射出了 并不是所有水龙头隔夜水的细菌 都会多到爆标的 其实这个是和水龙头的使用状态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继续调查一下传言的第二部分 传言说水龙头生产 相使用含源的金属材真 当源和空气接触之后 在表面二氧化生成保护网 这一层膜很容易被水冲泡 水和水龙头金属康生 会产生水化反应 形成重金属污染水 而停留在水龙头内一晚的隔夜水 更加是重金属圆超标 那究竟真相 是不是真的好像传言所说的那样 这一次我们找到 广中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营养科的尤华志医生 重金属我们一般来讲 它的危害有分为急性中毒和慢性中毒 比如说我们说的铅 铅的急性中毒 它是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 还有一些病得急性的 可能有一些肾脏的表现 胃肠道的表现 会有一些耳心呕吐 还有就是出血也有可能 是这种表现 再有一个就是在肾脏的表现方面 有可能是急性肾脚结 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些中枢 中枢神经系统的反应 所以说还有慢性中毒 造成的牵过量中毒 造成的儿童方面 就是很有可能 是智商发育和障碍 还有一个就是表现的情绪 比较激动 容易激动 毛躁 还有睡眠障碍 专家说 金属源进入对人体之后 小部分会跟随着身体的代謝排出体案 其余大量都会在体内沉甸 重金属源在进入机体之后 将对神经、造血、消化、肾脏、心血管 和内分泌等多个系统 造成严重离开 但听了专家的说话 我自己都开始害怕了 我相信有不少的街坊和我都一样 觉得这个金属材质的水龙头 是不可以继续使用的 甚至乎有街坊认为 要将所有金属材质的水龙头 全部换成其他材质 作为生活调查员的调查员 我肯定要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答案 在开始调查之前 调查员有一个必须要调查清楚的问题 那就是所有金属水龙头是否含源 那他们的隔夜水会不会是重金属源超标呢 关于这些问题 调查员决定先去了解 在市面上有哪些材质的水龙头 我在网上已经搜索了水龙头的关键词 真的很多种材质 其中有黄铜、鲜合金、铜合金、不锈钢、索料等等 那么多种材质 不知道我们的街坊家 又是用哪种材质的水龙头会比较多呢 我想问一下你家里的水龙头是哪一种材质的 你可不可以贴一贴 是这种呢 我们不锈钢那种 黄铜 从刚才的采访当中 我们所问的街坊里面 是没有人使用这个铁材质和索料材质的水龙头的 而最多的街坊使用的是铜合金材质和不锈钢材质的水龙头 我们这一次在市面上 试面买到五金店里面的黄铜、不锈钢 铜合金、太空旅四种水龙头的样品 从这四种水龙头的外面来看 它们都是有不同的 首先讲一下这个金属材质的 我们第一个说我们看上去是金色的 而且我们摸下去的感觉它有少少粗糙 看上去都比较粗的 好了再来看看第二个铜合金金属材质的 非常之灵 而且还可以照镜 我们看到它周围的色泽和光泽度都非常之好 可能它外面倒了一层金属在上面 看上去就会是这四个水龙头当中最亮的 第三种它是不锈钢金属材质的 我们看上去不单止没有第二种那么亮 而且它色泽和光泽度都不是很好 颜色还偏暗 看上去很够 可能不同材质有不同的问题 好了我们看看第四个 第四个它是太空里的金属材质 我们看到表面上有一丝丝的花纹在上面 摸下去是有些磨砂的感觉的 如果我们的街坊 家里装了这种水龙头 那里面的水会不会有重金属圆的呢 只从我的肉眼就肯定看不出的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会将它们四个打包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找专业人士帮我们做一个检测师 这次检测是严格按照国家JCT1043-2007 水嘴圆释出限量检测标准 对水龙头水嘴的圆的释出进行检测 这个标准当中规定 水嘴圆释出限量为每升11微黑 超出的话就为不合格 经过检测这四种水龙头都有重金属圆释出 但释出的量都在国标以下 是质量过关的水龙头 但为什么所有水龙头都含有圆呢 那现在的水龙头的材质呢 它主要是由这个铁啊 或者铜啊 或者是铜合金啊等等来构成的 那它的淚芯呢 可能会有陶瓷淚芯 那主要由这几个材料来构成的 江老师就和我们说 因为水龙头受工艺限制 目前绝大部分都是使用铜合金铸造架 来增强它的牢固度 铜合金除了主要含铜元素和新元素之外 还含有铜铁铁铁铁铁铁铁等微量元素 这次的检测当中我们发现这些水龙头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重金属原释出的 那那些在水龙头里面的隔夜水 又会不会重金属原招标呢 二三对这一次的传言 这一次实验呢 还是拿回正在街坊家里拿到的隔夜水 作为这一次的实验样品 大家看到它们的水龙头已经放在桌面上 第一个就是不瘦钢材质的 而第二个就是铜合金材质 第三个就是黄酮材质的 分别第一个是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而第二个是用了两年的时间 第三个是用了五年那么长的时间 那究竟它们的隔夜水 会不会有这个重金属原招标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调查员只要检测水样 和空白对照组的水样并练 并且将水质电解器的两极 同时放入杯里面 按下按钮 只要等一分钟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那我们今次实验要用到的一种仪器 就叫做水质电解器 就是我手上拿过这个了 将这个电解器放下去 进行一分钟的电解 那一分钟之后 如果这个隔夜水是出现了明显的绿色的话 那就证明它是重金属原招标的了 好了我们开始 我们的实验已经结束了 那四杯水已经放在我桌上 给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看了 那首先我们看看 第一个空白对照的蒸馏水 它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 依然是一杯清水 一号的样品整个颜色已经变了黄色了 里面还有不少的杂质飘在上面 二号的样品整个颜色已经变了非常深的默绿色了 那我们往里面一看 它的表面上有很多铁瘦式的杂质已经浮了起身 这杯水放下去和旁边的两杯样品一比较 它已经是很深的默绿色之外 看上去 这个水龙桃的隔夜水真的很多人害怕 我们再来看看三号的样品 三号的样品这个颜色状态是呈一个黄绿色的 我们看到里面也有一些杂质在里面浮着的 我们放下去看 它表面上也有一些铁瘦式的杂质飘在上面 相对于其他两个颜色就没有那么深 我们这次实业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同样是隔夜水的三个样品 只是二号的水样被检查出圆超标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只要你买了的水龙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那你就没必要担心这个重金属超标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一些三号产品 或者是一些劣质的产品的话 那就没办法保证了 好了 看到这里 其实各位已经不用过于担心了 因为我在权威的机构了解到 2013年版修订的 亨星史上最严的国家强制标准 将于明年出台 水龙头新国标 无论是铜龙头 还是不锈钢龙头都有明确标准的限定 并且禁止使用新盒金作为龙头原材料 实际上对整个水嘴金属污染系数 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 除了原色出量不超过每星五微黑 也都将重金属猛落等重金属 也都加到金属元素的标准限定中 将消费者关心的重金属检测范围 扩大到17种 随着新国标的出台 一些劣质的水龙头想混水摸鱼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果那些厂家 不提升一下自己产品的质量 就一定会被淘汰 经过今次水龙头风波之后 我想有不少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家 应该多久换一次水龙头 又或者应该换怎样的水龙头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问一下专家 建议我们要定期 这样更换一下这个水龙头 因为如果水龙头坏了的时候 我们拆开来看 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污垢 从厂家方面建议 这个水龙头 它有一定的使用年限 或者是叫做正常使用期 建议厂家将它标识清楚 我们使用的话 就会比较清晰 不过老师也建议 如果是日常饮用煮食的水龙头 建议一年一换比较好 至于洗衣等非饮用水龙头 就可以用时间长一点都不要紧 六七年左右就要换 喝水和用水可为掌握着 我们日常生活的命运 所以在日常起居当中 保障自己的用水健康 就要更加留心水龙头安装 以及使用的细节 从根本上避免伤害的源头 除此之外 有些水龙头在酸性的环境之下 又或者潮湿的环境之下 就容易被腐蝕 生成黑色又或者绿色的斑点 如果你发现你家里的水龙头 有很多黑点 又或者腐蝕比较严重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警惕 一定要及时更换你家里的水龙头 说到这个选购水龙头的方面 我们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水龙头或者叫做国佛 它作为一个开关 自来水国开关 它应用的方面是有多种需求 那我们选择水龙头的时候 按照它的功能不同 来选择不同的水龙头 如果选择材质 就按照各种需求来选择 就可以了 那如果水龙头的重量 是比较重的话 那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证明这个厂家或者商家 它的落料是比较足的 生活调查团提醒你 日常避免用酸性或者检性较强的清洁剂 擦拭水龙头 还要减少和洗手液 洗发液等洗滴产品的接中 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接连软管 佛心等水管当中的小配件 也涉及饮用水安全 一定要挑选合格的产品 打好安全的第一道关 今期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希望今期的节目 可以对你的生活有所帮助 同时在节目的最后 提醒一下电视机城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生活上 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解答 又或者想了解 我们更多的节目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 同样官方微信 就可以和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